哈喽,大家好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对吧? 欢迎来到风雷线上学院 参与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是在Iris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是相当专业的一个背景 这个不是电脑动画 我们没有钱做电脑动画 所以这个是实际我们在Iris这边 他们非常专业的一个训练的场合的工作台 那在我身边的是Doris,张医师 大家好 稍等就会由她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3D电影在数位雅各的一些应用 以及分析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的话 你就会在你的这个荧幕上面看到两个画面 一个是主要 现在拍摄我们的这个摄影机画面 另外一个就是桌面分享的简报画面 那你如果是手机的话呢 你可以左右切换看到的画面 如果你是桌机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两个画面的大小可以自由调整 那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控制台的下方 可以文字出问题 那么你的问题呢 是个人以置信的 只有我们看得到 别人不会看到 所以也是有隐私安全的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快速进入主题 我们请张医师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以及Iris这边 OK 今天我先讲一下 我们今天大概会谈四个方面 一个是三维列印的趋势 然后一个是到底 Mailing跟就是切销跟列印有什么不一样 那接着说三维列印适合应用再拿一些产品 那最后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样选一个机器 那所以先给大家有一个概念说 我们今天大概要谈到一些什么内容 那在开始之前呢 请给我一点时间小小的介绍一下 我自己跟文代表这个教育中心 那我是在阳明大学毕业 那毕业之后呢 我就继续念研究所 那我研究所做的题目呢 就是三维列印的材料 在念研究所的同时呢 我也在台北荣中做一般压科的临床训练三年 那在我毕业之后呢 因为我对数位压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兴趣 那我就加入了NTD Never 2 Digital 这个压科的一个专业的group 那我们这个领域呢有含几个 一个就是包括我们有临床的 CatCam的一个诊所 那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就可以用这个 数位的设备治疗我们的病人 那我们会从里面呢 应用我们在文献上面 然后以及我们研讨当中得到的一些知识 然后来让这个治疗形成一个可靠 然后并且是我们可以交给其他医生的一个workflow 那接着呢就是我们这个教育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是我们的十座教室 那艾瑞茨教育中心呢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们是2016年成立的一个数位压科的 继续在教育机构 那过去这三年多来 我们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来我们这边上课 那我们来我们中心上课 然后或者是在外面参加过我们讲座以及工作坊的医生 已经有医生跟牙剂师或者是其他相关的牙科从业人员 已经超过了2500位这样 那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把数位牙科这个部分的专业知识 然后以及临床的技巧 然后以及一些创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形成一个很好的数位牙科的学习的生态 那让我们的医生跟病人都可以有更好 然后更有效率的治疗成果 那你也会更有信心 因为有一群人一直跟你一起在努力这样 那另外再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教育中心是有含很多方面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有美学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功能上面的课程 像是什么英文类啊 然后还有鸭桥啊等等的设计的课程 那我们也有更进阶的支押或是全口重建 然后以及甚至有技工端的课程这样子 那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希望可以变成大家的后盾 那让大家在做数位牙科这个领域的时候 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OK那如果你是年轻医生 那你想要了解数位牙科 这我们也有举办一个这个数位牙科的读书会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讨论会的当中 是有很多年轻医师跟我们一起学习 那我们大概每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会举办一次 我们会搜集现在最新的数位牙科相关的文献 然后我们会从里面探讨 然后研究一些我们有兴趣的临床的问题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这样 其实爱瑞茨在这个业界 我想已经是相当知名 那如果您的这个有持续关注我们这个 现在直播的这个进行呢 最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优惠产战 这关于这个之后 Iris这边的活动 以及我们这边提供的一些优惠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刚才 Iris提的这个四个方向 我们先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知道现在的这个数位牙科 已经在应用生意练营了 那么IDS呢 这个张艺师这几年 和IDS也有去参与 那他看到了这个生意练营在 这一次的展会里面的一些状况 那也请他跟我们分享这一次 在展会里面看到的一些情形这样子 OK好欢迎大家收听IDS第一首的这个消息回报 这样那今年三月呢 我们团队又组了一大团到德国的科隆 参加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压彩展 那今年这个展参加的人数有16万人这么多 好你可以看到人山人海很恐怖 这是我们应该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进去会场的时候 在外面排队的画面这样子 那全世界有来自各个各个国家 两千多百两千三百多家厂商来参与这个这个盛会 这样子那其中我们就有注意到 在两年前的IDS可能三维练营的厂商 就是只有几间就没有像现在要这么多 那到现在我们这一次去参展的时候 你真的是走几步路就看到看到一个三维练营机厂商 那不管他是做做机材或者是做材料的 那这次呢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牙科的厂商都已经准备要或是已经正在 就是结合三维练营这个部分 比如说像那个GC 大家现在应该也有发现说市面上有GC的三维练营用的TEMP的材料 那另外像IvoClub它也有推出自己的机器 那还有像那个Strauman Strauman它是跟三维练营的厂商合作 那他们就有推出就是Strauman这个工作流程 专门用的这个 练营机然后以及练营刀版的材料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地方然后以及我们当时去观察到的这个趋势来讲 三维练营机它已经准备好进入你的整间了 那现在目前来讲好我们这次去主流的机台就是有光聚合的机台为主这样子 OK 那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机台之外 还有很多材料的厂商 那这些材料呢 因为牙科的材料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像生物相同性精准度 或是有一些强度的需求等等的 那所以配合这个机台 然后有很多材料厂商也都很积极的在开发当中 那比如说像另外一家是这样 那特别也给大家highlight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好 sorry 等一下 好给大家highlight一下 这个是我们阳明大学林月明老师实验室所组成的一个团队 那他们也是有开发很多这个数位牙科三维练营用的这个材料 那就是未来大家是很有机会使用到我们自己国产用的这个三维练营的材料 就值日可待这样子 好看起来这个我们三维练营的这个团材料 或者机材在数位牙科里面已经发展很好 甚至我们也有台湾之光 OK那我们现在就是谈一谈就是这个 这个线材料以及这个列印的方式呢 在这个牙科方面就是数位制造的方法上面的一些区别 这个可能也请赞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好 那我想先给大家一个一个观念 就是在数位牙科里面呢 我们中间很多流程都是透过电脑里面的软体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像是你要做一个牙罐好了 那我们就会用口腔扫描 扫描起来之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数位的模型的档案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上面你可以设计夹牙 或者是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东西 那你甚至得到一个数位的档案 那这个数位的CAD档案 到底它要怎么样输出变成一个尸体的东西 比如说变成一个尸体的模型 到底要怎么样变成这个模型呢 那我们就主要就是有两种方式 那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第一种就是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 就是Milling Machine切削的机器 那我们叫它洗削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里面绣的这个图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试译度 它的制造方式呢 就是用一个硬硬的钻针 不管是钻石的钻针 或者是Diamond 或者是Card Viper 那它来切削一个硬硬的硬硬的一个材料块 可以是陶瓷金属或者是树枝或者是蜡等等的 那只要这个材料它是有足够的强度 然后可以被这个金属切割 那它就可以拿来制造 被切割制造成一个牙科的产品 那我们叫这种制造方式 这种从一整块变小 从有点像雕刻式的方式 我们叫它减法加工 OK 所以你可以想到它就是多到少 好 那另外一种制造方式呢 它是相反的 它是从小到多 从无到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加法列印 三维列印 那在加法列印里面呢 我想特别讲几个跟这个 呃 呃 牙科有关系的 对 那这个加法跟减法上面呢 可能我们现在是介绍一下 它试用的一些材料 还有什么样的造型 在制造的这个速度上面区别 OK OK 好 刚才有一点怕吃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 呃 数位的档案要把它制造出来 有加法跟减法两种 那我们现在想要谈一下说 哎 因为牙科有使用很多种不同的材料 然后也有不同的产品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些是 比较适合用加法 哪一些比较适合用减法 那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呃 考虑材料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减法 其实比较适合的是 素质跟陶瓷材料 那其实金属也可以用 用减法加工来制造 比如说有人那个 呃 像那个 石日牙的 呃 Own4的这个金属的framework 那呃 如果你要很精准的话 那有些人就是会建议你说 啊 送送回国际大厂里面去 请他们用切消极切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花费很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金属的料块切完之后 那个粉 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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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没办法再利用了 所以他的材料利用率很低 那在金属这种很高贵的材料 下面等于说你成本会花掉很多 所以呃 用呃 尖把加工来制造金属是OK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成本是非常高 所以非必要比如说像那种 支牙的framework 那我们是比较少会使用切割这样子 那另外像树脂跟陶瓷这两种 就会很适合用减法加工 那比如说像临床我们用的这个吝石夹牙 或者是这个呃 陶瓷的牙冠 那像我们诊所是天天都在用这个切消极这样子 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切出来的这个材料 他是本身是可以很硬的 像陶瓷是可以很硬的 那 呃 我们在这种制造方式之下呢 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给病人一个呃 足够强度的的 夹牙来使用这样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再讲到这个加法加工 那呃 刚刚讲说那个金属的材料利用率问题嘛 那所以加法加工 因为他是从少到没有 那我们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他是慢慢慢慢慢慢 比如说像金属粉末 他用雷射烧减一点一点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想到说黏起来好了 或是烧结起来 那他这个物件制作完之后 旁边的粉都还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三维烈鹰的这个这个金属领域是 是一个呃 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 应该说这样子 那 数值呢 我们也很适合用这个呃 加法加工来制造 但是到底减法加工跟加法加工的数值有什么不一样的特性 其实加法加工的数值一般来说制造 其实他的强度会比较低 因为他是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边聚合 所以也就是说他可能聚合程度没有像 在减法加工制作那个 那个block 那个料块的时候 在那么完美的状况下面聚合 OK 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概念这样 那另外有的人可能就会问到说 那陶瓷呢 陶瓷适不适合用加法加工 其实现在陶瓷是可以用用三维列印制造的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呃 因为这个陶瓷他列印出来之后 他会需要进炉 那这些粉末呢 他在呃 进炉之后他会收索 那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好地控制这个收索 让他是等相 或者是可以透过一些补偿的方式来控制他的size 所以第一个他有精准度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是材料强度的问题 因为这个粉末他是呃 呃 没有办法像呃 我们在在你现在临床上用的那个氧化膏的那个膏快压的那么密实 所以他目前的强度也是呃 没有像呃 我们现在目前在用的呃 切切割的方法这么好 所以呃 主要现在目前三维列印用在材料 牙克材料的方面 主要是素质跟金属是比较多的 这样子 OK 那就造型方面就是各有什么 有优点 OK好 那在造型来讲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 刚才如果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图 他就是有一个切割的bird去切这个形状嘛 所以这个bird有什么限制呢 第一个他是只有一只 如果你要装别人 你可能就是另外要装一个一个unit 但是每一只bird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马达 那再来第二个是他是有方向性的限制 就现在市面上的机器可能到了三轴四轴五轴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会卡到 所以在他的制造物件来讲是比较适合用来制造的 形状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那如果中空的形状你可以想象 剪法加工是一定做不出来的 那比如说像什么东西就蛮适合用剪法 比如说像牙关 因为他就是里面外面测一测这样子 那对就我们平常也是用用面临切消的方式来做牙关 接下来呢再讲一下这个三维脸影的部分 那比如说有一些形状比较复杂 那他就很适合用这种参参叠叠的方式来制造 那像什么呢又比如说像这个模型啊 或者是像像这个模型啊 就是像这种模型类 因为你可以看到模型上面是很多 嗷嗷突突的一些不平整的地方 那你想象这根钻针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剪法制造 钻针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很难切割的嘛 对那所以就是不太容易制造这样子 好那最后来讲一下速度 如果剪法加工它制造单元解释很快 比如说它车一颗矿 像我们车一颗陶瓷的牙关 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一颗 那如果你是用夹法加工 就会相对比较慢 但是像如果我们练一个模型啊 练这个模型 差不多是用稍微练一差不多是 40分钟到一个小时多 看不同的原理 那但是三维练有一个潜能 就是它可以一次制造很多个 比如说像矫正模型就蛮适合的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现在刚才张艺师有跟我们讲的这个加减法的一些适用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了解一下哪些牙科的这些产品或者一些 适用的东西呢是适用于制造 尤其可能我们现在比较普遍的是素质类的材料 对不对 适合这方面的材料 好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数值的三维练一在牙科里面的应用这样子 比如说 模型那尤其是矫正模型 因为我们就知道某大厂牌的这个隐形牙托 已经它的专利就是慢慢慢慢到齐 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他都会想要说 自己来设计这个矫正的这个模型 然后自己练一自己制造出这个隐形牙托这样子 那所以目前在牙科领域里面 这个三维光具和三维练是已经足够的准确 可以来制作这种这种隐形牙托这样子 那只是说你要知道选哪些机台是够精准 那里面还有一些一些小pepper 那这样除了这个模型之外 像那个夹牙的模型 夹牙的模型或者是那个口腔外科用的 比如说他们想要先万古板的那个模型 这个也是三维练很好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那接下来有一些比如说像手术导板啊 然后活动夹牙像这个 可能你会好奇是怎么制造 他就是用两个颜色啊 一个是那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树枝 那上面他就会制造一些 可能你可以凹啊 或者是像耳巴门一样突出一个 那上面的这边就是制造一个那个零食夹牙 那你再把它们分别列印之后 最后再装起来 那黏在一起之后呢 之后就可以deliver在病人嘴巴里面 那目前这些材料你就还是要注意说 他们有没有过那个FDA 或是生物相容性等等的 位属认证 那目前在台湾我们还需要等待相关的法规通过 OK所以大家都是值得期待这样 那接下来你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应用 比如说练习用的这个模型 练习实在用的模型啊 或者是像在我们教育中心 我们也有一些模型是给学院参考用的这样 比如说你来我们教育中心 你可能就会得到这个可爱的veneer prep的小礼物这样子 OK那或者是你要做gothic arch 或者是你要整同时 那我觉得稍微一定对一个医生来讲 或者是对一个临床工作者来讲 如果你是有很多idea的人 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帮助啊 因为你就在电脑里面画画那个模型 那就有办法把它制造出来一个实体这样子 我们这个doctor也是maker OK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如果是要在亚克硬化 要怎么样选择适用的这个3D练习机 OK好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好像感觉好像三维列印可以用在亚克里面 尤其是数值 那这么多机台到底要怎么选 那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一开始你应该要先想说你要用它来做什么 你的精准度要求什么 比如说你是口腔外科的医生 那你可能精准度 你的那个头骨这个模型 可能精准度就 相对来讲需求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你稍微做矫正 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脚牙的模型 那你可能需 精准度的要求就会变高 那我现在讲两个比较会应用在亚克的这个三维列印原理 那第一种列印的原理是光聚合 那光聚合里面就有几种 像我们常见就是SLA 就是用它是用雷射来聚合数值 那第二种是DLP 还有LCD 那这种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投影机投上去之后聚合这个数值的材料来成型 那第三种呢它是InkJet 它就是有点像你的办公室里面的印表机 它用喷幕的方式来喷出这个形状 然后接着把它聚合成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利用光来聚合数值 那这有什么特色呢 像SLA它就是点聚合 就是它每次雷射光源就是一点一小区的聚合这样 那像BLP跟LCD它们就是面聚合 就是光源照上去一次是一个面 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InkJet就是喷模式的 那这三种呢 目前来讲都已经够准了 都已经够准了 那但是InkJet这种机器呢 就是现在目前是价格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你是整间你想要用来 比如说做矫正的模型 那可能前面两种是比较适合你的这样子 那另外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挤触成型 挤触成型它就是有一个加热桶 然后你就把它热塑形的树子放进去 它这个加热桶热的时候呢 这个树子就会变软了 它就可以挤出 它就像挤奶油挤蛋糕一样 但只是这个奶油在室温之下它就会变硬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创客啊 那些maker他们在 艺术家他们在弄的就经常是这个 那这个技术就是很便宜这样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来做矫正的模型 或者是那个 夹牙用的这些模型 精准度可能就不够 所以这个主要目前 如果你要应用在牙克的话 可能最多就是用那个 像这种整个整个 口腔外科用来玩手术 手术那个金属板的 那再来是速度的话 刚刚有讲说有的是点聚合跟面聚合 那你可以想象面聚合就是会比较快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说 如果你印的量没有很多 那 抱歉 你可以考虑一下说 如果你印的量没有很多的话 那你可能选点聚合的就够了 那通常他们的练音时间的话 是一个模型 差不多是我刚才有讲嘛 就是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个range这样子 那另外这个平台大小 我刚才有讲说点聚合跟面聚合嘛 如果你是点聚合像是SLA这种 通常平台可以比较大 因为它这个点投射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子乱转方向 可是如果是面聚合啊 比如说像DLP 或者是那种投射型的 它一照 因为这个投射机的size会有一个限制 一般你如果不是工业用 如果你要放在诊所或者是寄工所 那可能有限制 那这个平台就会比较小一点这样子 所以你要考虑你要印的量多少 那如果是SLA的话 放一个盘放上去是像FORMLAB他们家的FORM2是可以放到大概八个 最多可以放八个 可是像其他那种DLP的这种可能你放个三个就了不起 三四个就最多这样子 你要考虑你要放多少东西上去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也是会蛮重视的 就是这个列印的产品的稳定性跟成功率 那这个就要考虑到厂商有一些小小的设计 那为什么会列印失败呢 第一个是这个素质的材料混合不均匀 它里面有些色料 如果你照光混合不均匀的话 那你列印它的精准度或者是成功率就有影响 那第二个是起泡 就是如果你有列印或上面列印 它上面就会常常数值会浮一些泡泡 那这些泡泡呢 在列印的时候它如果卡在中间 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列印的产品会拉不起来 那有可能你整块产品就会粘在下面 那你整个就会失败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厂商有没有 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自动的给材料的系统 那代表说它会自动补材料 然后你不用自己中途一直在夹 那也会有一些混合的机制这样 然后第二个是它有没有一些这个 除去这个泡泡跟混合的机制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厂商 它可能就会设计 可能是用雨刷去混合 或是有一些调办的一些设计这样 那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它们这个 这家公司它有没有自己配自己的后聚核系统 如果它是有自己配自己的后聚核系统 它才可以控制它产品的收缩 因为我们三维列印其实它的过程很简单 就是照洗印 应洗照 应完之后呢洗一洗 那大部分的光聚核原理 它都会建议你要再放到光照箱里面 去做第二次的光聚核 让它拆掉强度变得更强 这样子 但是这个过程很容易会导致这个三维列印的产品会收缩 那如果它 它们家自己有出这个光聚核 那可能它也会有 如果它没有出 等于它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它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面聚核 那如果是它有出 那有比较好的机会是它可以控制这个收缩 这样子 那这些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地方 这样子 OK 好 可见了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 我们是知识型的YouTuber 带给大家很多这个雅各方面的知识 那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参与的观众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OK 苏医师问了问题 学长好 OK 好 那他的问题是说 临时夹牙可不可以用三维列印的 可以可以 这一次我们去那个 去那个 IBS的时候有看到已经蛮成熟的产品 是 是哪一家 我现在也忘记是 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家 但是它的这个练印的数值呢 是已经有FDA认证 然后可以在口内它都使用是六个月 那另外它的这个制造时间 另一颗它说是15分钟 然后也可以用那个 嗯 如果你家后照光 差不多是半个小时以内 所以我觉得时间上面已经可以接受 但是 可行是一回事 但是临床上面好不好用是一回事 因为如果你是用切割的机器啊 这个这个车的过程 它可能10分钟就好了 然后济湿就可以染色了 那如果你在临床上面 这个第一个是时间有差很多 那切割的机器它还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说车 陶瓷的夹牙 可是你列印那个 那个数值的机器 嗯 就我当时看到它那个平台是非常小的一个 也就是说你买那一台 你可能只能拿来列印这个 这个临时夹牙 那所以 嗯 有可能是比较不划算 那如果说有些厂商它除了已经够大 你可以印很多种不同的产品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那除了刚才讲的速度 然后还有这个 买这个东西的合用性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地方 是它的强度跟生物相容性 因为 数值这个产品 如果你是要放在嘴巴里面 你当然会希望说它聚合程度高一点 可是我刚才有说三维列印的产品 它是一边成型一边聚合 所以它的这个聚合程度 一定是没有 如果你用milling的那个料块还要来得好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够硬 然后强度又好的话 可能我 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还是选用milling的type这样子 ok 不知道这样回答是这样ok吗 ok 好 再看看 是不是还有一个是跟rliner有关的 是不是可以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问说 嗯 这个 这个aligner啊 这个 嗯 隐形牙托可不会直接用列印的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流程就是 印出来这个三维列印模型之后再用三档像这样子 那其实现在是已经可以 有有技术可以用列印出来 但是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材料的聚合程度 然后跟生物相同性的问题 所以 目前我觉得还是练印模型 然后用satdown这个方式可能是 比较安全 然后也比较 稳定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嗯 ok 好 那今天其实时间差不多 也那个 那我刚才有预告 现在跟着我们 进行到这个直播尾端的这个客户呢 呃 观众呢 有有有福了 我们 嗯 爱瑞池我知道每年都有很盛大的年会 对不对 那我们这方面是不是 也也请张医生介绍一下 那并且看看是不是可以提供给 观众什么样的优惠 好 那那就很荣幸跟大家宣布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 这个 哎我们是几号 11月15到17号 三天五六日的时候呢 爱瑞池的年会又来了 那去年我们办的这个 呃 年会就是 下下叫 因为 因为我们有那个 live demo的 immediate implant 然后 而且 immediate loading 这样子 用全数位流程 那 今年就是更狂 live demo 变成三倍 我们这次有三组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题目叫做这个 罗马竞技场 那我们这个 这个live demo的这个 层级变成三倍 那里面除了包含我们 emmediate implant 这个流程之外 然后还有全口重建的流程 然后以及 美学的重建的流程 那这三组 医生跟祭司呢 会形成一个团队 最后请大家来 评分一下 看哪一组 你觉得是最精彩 或者是你最 appreciate的 主别 这样子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非常之惊人 我本人也是很担心 这样子 但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团队 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来 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 参与的机会 这样子 那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希望说 在数位雅客上面 就是可以跟大家 再多分享一些 更创新 要更好的应用 这样子 那今天就是 如果你有想要参加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们 那个爱瑞池的客服 旁边的QR Code 你可以少一下 那有一个给今天 我来听直播的一个 special price 这样子 OK 那就欢迎大家 到时候 11月见 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 既然是合作的直播 那我们也就是 加码 如果我们在10月底前 如果你有加入这个 爱瑞池的这个年会的话 呢 你在 我们刚才 显示的这个 通文片上的QR Code 找到我们 风雷的这个 Liator 然后你 秀出你有参与这个 年会的证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在您 购买 风兔的时候 那么 给您2万块的 折体优惠 好多 好 这个非常的优惠 这个应该先前没有 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对 正在进行的是 如果你有买10家素质 那我们会 赠送2家 这是 如果正在进行的优惠 那么如果你有在 参与年会的话呢 就是 购机的这个 会再有2万块的折扣 所以这个是 非常前所未有的 把握机会 我不知道这么多 这是最后的彩蛋 好 那谢谢大家今天 参与我们的直播 那希望 将来还有机会 可以再 来 Iris这边 来玩耍 对对对 那也 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 那就先到这边了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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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